这一座稳重肃穆的雄伟建筑 采用的是宋代建筑风格的大殿 或许让人觉得有一些眼神 其实台中这里本来是没有孔庙的 后来在地方相声的倡议之下 才有了这一座以山东取物孔庙为模型 参考建造而成的缩小版 碧水桥横更其中的半月行石畔 相传孔子经常是带着门生们来游这个池畔 所以古代的年轻学子来参拜孔庙的时候 就会来到这池子前来行盼池礼 而象征进入孔门踏上长路漫漫的求学之道 而信物徐行在宽敞庄严的空间之中 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也能够沾染上些许学院气息也说不定哦